好了 H&Y這個Revel Ring Swift System的Kickstarter 應該還有三四天就完結了 所以這次廢話不多說了 這次直接和大家拿這套東西出來實測一下它的表現 它的使用體驗是怎樣 和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去選擇最適合自己選擇的組合 想買影相野 但是 冷門產品很難找 熱門產品又搶不到 不熟路機買了假貨次貨 要走運全港才買齊所有配件 不想為了入商場而要違背自己的原則 來介紹香港全新的攝影產品網店JBmall 已經隆重開業了 JBmall現在可以選購150個大小品牌 超過1萬款的產品 而且還持續增加 除了主流的機鏡燈腳袋之外 一些比較爛碗的周邊產品都可以找到 搶到斷貨的熱門產品都可以預訂 按鈴鐺就可以落單 一站式選購直接送上門 不用四圍撲 至於信譽方面 JBmall上面賣的全部都是原裝正貨 所以就算新手都可以安心購買 登記了JBmall的會員之後 每次買東西都會有這個積分J特幣回贈 儲起來就可以當錢花 新加入做會員的話 還會立即送你1000個迎新的J特幣 而如果你是用轉數塊付錢的話 還可以額外再有3%的回贈 只要買滿700元就可以免費送貨 說真的買影上東西 700元真的閒閒的就輕鬆過關 就算你暫時沒東西買 推薦朋友上去買東西 你也可以有錢賺 還有一件事 JBmall現在每個月都會有一個限量的精選優惠 就會選一些產品以低至半價來發售 那會是甚麼產品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做好會員 Follow他們的Facebook和IG就一定沒錢了 無論你是喜歡去店鋪買東西還是網購也好 有得選才是老闆 所以大家也不妨上JBmall看下 支持一下這個新的平台 讓香港的攝影零售價多一個選擇 這套Refo Ring Swift System 我之前也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簡單介紹過它的概念 以及它的玩法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照顧眼看 它真的有點花多眼聯 你看到配件非常之多 所以其實可能前期 大家去選的時候 都真的有點無所適從 但是我覺得其實只要一旦我們選到一套 是適合我們自己用的組合之後 其實之後用來就會非常之爽 不過每一樣的器材有它的優勢之外 亦都會有它的局限 而這套Refo Ring Swift System 我自己用來的感受 就是它是一套以重量換取彈性和速度的系統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我接下來的實測就和大家慢慢解釋清楚 好了 剛才說這個系統是用了重量換取這個速度 安裝速度是會差很遠的 我們來試試對比一下 原本的K Series的安裝速度 還有我們這個新的Swift System的安裝速度 會是相差多少 我們先試了舊的K Series 好 準備 1 2 3 所以舊系統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拿錯了環 這個是82 好了 再來一次 好 準備 1 2 3 好 到這個Refo Ring Swift System了 我們看要多久了 準備 1 2 3 超快 兩秒都不知道有沒有 真的差超遠 所以安裝速度 好了 我們來測試一下 如果我們要換鏡的時候 我們要連同Filtro 換到新鏡頭 整個過程的分別又是怎樣 首先就是用K Series 現在是想用一個82mm 轉到另一支82mm 那就很遺憾了 我們只有一個接環 所以就要拆完接環再安裝 我們看看整個過程 其實要多久了 好 現在這個Swift System 已經安裝到這支鏡頭 我們試試要換多久了 準備 1 2 3 嘩 你瘋了 嘩 完 這兩顆的真的有少少 喂 領錯 我不是故意的 好 嘩 都有點阻礙 所以你看到即使換鏡也好 我都可以很方便把這個雷鏡系統 轉到另一支鏡頭 就很快可以開波 我亦有少少少心得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我換雷鏡的時候 有甚麼可以令到大家的過程 會再快些 我們來近一點看看 對於這個又要換鏡 又要換支架的整個過程 我想了一個方法 似乎可以令到整個過程 更快更方便 那是怎樣呢 在開始換之前 我們先有兩樣東西 要先準備好 第一樣東西 你要先把那支鏡的前後 那些鏡頭蓋全部拔走 我本身就 如果擺袋 我都不會安裝鏡頭蓋 但如果你會安裝的話 你都可以先拔走它 先放在袋裡 一會兒你就會知道原因 第二樣東西 就是你先找到一個 你可以單手 拆除你的鏡頭出來的方法 例如一看為例 我會用手指弓頂住按鈕去領 就可以單手去拆這支鏡頭出來 有了這兩樣準備功夫之後 我便可以直接來換 那這個步驟是怎樣 首先拆支架 第二拆接環 剛剛拆出來的revel rain 不要鬆手 保持住它 第三裝接環 第四裝支架 sorry 拍漏了單手脫鏡的步驟 加回加回 先脫鏡 這個時候你已經可以直接連鏡 連支架一時就安裝好了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整個過程 有少少留意 就是你可以在拿起鏡頭 留意這一個點在哪裏 如果你拿的時候不順手 就要拆到手不知怎樣才能拆進去 所以你拆的時候留意這一點 就可以很順手地安裝上去 整個流程就是非常之Smooth 除了裝拆的體驗之外 一個濾鏡支架 很多人會關心的位置就是它的黑角表現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和大家實測一下 先來講講最多朋友關心的一些 是沒有羅斯文的超廣角鏡 例如Z1424這些鏡頭 到底是否用到這個新的系統呢 答案是用到的 只要你根據你的鏡頭型號 去選擇一個專用的磁力接環 你就可以把Swift System 前面的磁力組件 就可以裝上去 不過很遺憾地 這些專用接環 現在還是在開發階段 所以沒有辦法今天和大家實測得到 這個接環的黑角情況是怎樣 不過根據H&Y的開發人員親口和我說 這些接環用後 是不會有黑角的 但亦有兩個重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首先第一樣 就是它一如很多的 這些超廣角鏡用的專用支架 都一樣 就是不能安裝後插式濾鏡 不能安裝後插CPL 第二樣東西就是 它這個專用接環的設計 它是會把第一和第二層 融為一體成為一體化的設計 因為大家如果看了我上一條影片介紹都知道 它現在是有三層的設計 Swift System 這個專用接環就會是第一和第二層 這個專用接環是會融為一體 所以我們只需要 將第三層的方形支架裝上去 就已經可以用到在這些超廣角鏡頭上 但是今天特別來到這裏 沒理由沒有東西試 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一種 可以用到螺絲紋的超廣角鏡 來和大家試一試 這支就是14-30mm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試 好幾款不同的組合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次Swift System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有不同的配件 但至於你說哪樣 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組合 大家就不用心急著 在最後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用的配件 我們先來看看不同的組合之下 黑角情況如何 我們由博士到厚 我們嘗試最適合的情況如何 首先是一個固定口徑的接環 這個就是一個82mm的磁力環 然後再加一個過度環 最後再加上方形支架 我們看看黑角效果 這個最適合的組合 當然在14mm時也沒有黑角 就算我把支架領斜 其實黑角也是非常輕微 我想你輕輕擀一點點 14.5mm左右 其實就已經可以沒有黑角了 好,然後將這個過度環 換成一個比較厚一點的後插環 好,這個也算是一個第二薄的組合 14mm的時候 然後看到左上角是有一點點的暗角 所以我想應該輕輕移動到 都未夠15mm 就應該可以沒有了 如果你是想把支架領斜 來用的話 大約去到16mm 16mm就可以完全沒有黑角 領斜 好,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組合 換成厚一點 把這個固定口徑的環 然後換成這個 嘩,嘩 嘩 換成這個可變口徑的Raver Ring環 同樣 我們先試用這個過度環 薄一點的過度環 再把方形支架裝進去 看看這個情況又如何 好,這個組合之下 14mm也是會黑角 要去到大約接近16mm 16.5mm 16過一點才會沒有黑角 如果你想領斜支架來用的話 大約去到18mm才會沒有黑角 好,跟著一如剛才這樣 就把這個薄一點的過度環 換成厚一點的可以後插的折環 好,這個情況又再厚一點 所以黑角情況還是更明顯一點 14mm黑角情況 我們要領到大約去到18mm才會沒有黑角 如果要領斜支架來用的話 大約去到19-20mm左右 這樣才可以沒有黑角 好,最後就試試了 我們把這個原本的Raver Ring環 換成一個至於大類鏡的VND連CPL的Raver Ring 再接上前面的配件 然後再加上這個Dr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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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多數你都不會再需要再加Drop-in 但儘管你試試 一個VND加CPL的Revel Ring 再加一個後插式中間的接環 再加上前面的敷人支架 那麼這個這麼厚的組合 黑角情況又會是怎樣呢 這個這麼厚的組合 黑角很明顯 我要移動到大約18-19mm 才可以把黑角完全去除 而如果你是把方形濾鏡領斜的話 黑角情況更明顯 那就要去到20-20mm 差不多21-20mm左右 才可以把這個黑角去除 這次就試盡它 再試多支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些24-72.8mm 又看看黑角情況如何 在用這個最薄的固定口徑環的時候 無論是用過度環 還是用比較厚的後插式環 都是可以在24mm之下 都不會有黑角的 無論是垂直還是領斜 如果我們換了一個厚一點的 Revel Ring 底座這個環的話 在垂直的時候 24mm的時候沒有黑角 但是當我們領斜的時候 就會有少少黑角 要去到差不多26mm 才可以去除黑角 如果將中間那一環 換了厚一點的後插環的話 在24mm的時候 垂直都是沒有黑角的 領斜的時候就會有 要去到28mm 都會看到有少少黑角 至於最厚的 用到Revel Ring VND和CPL 來做底座 再加薄少少的過度環 和方形指甲的話 24mm的時候 就叫做很輕微的黑角 如果我們領斜的時候 就會看到黑角明顯 要去到28mm 才會有少少黑角的 如果用到最厚最誇張的 Revel Ring VND 再加上後插環的話 就算是24mm的時候 都會有黑角 要去到26mm 才叫黑角沒有那麼明顯 如果我們領斜的話 就要再強一點 要去到34mm 那黑角才叫做差不多沒有 好了 除了黑角之外 其實可能這次系統的重量 都會有不少朋友關注 也都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次系統真的用重量 去換取彈性 所以的確這次SWIFT系統 是會比本身的K-Series 但是它重量多少呢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首先如果是K-Series的話 其實都要視乎你平時會帶多少個轉折環 我就大約磅過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支架 再加一個環 就大約是100克左右 如果是兩個環 就是110克左右 三個環就是137克左右 而如果你帶4個環 就是150克左右 如果你是還要用這些專用折環 例如這14、24的特殊折環的話 就要再加多16克左右 所以其實K-Series這個系統 你的重量可以由大約100克 去到差不多160-170克 至於這個Ravering Swift系統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組件可以組合 所以它的重量也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就選幾個我覺得最大路的組合 跟大家去比較一下 未知這些組合怎樣選擇 不要緊的 我下面會再跟大家詳細說說 怎樣去選擇你們的不同的組合 現在我們先聽了 先看不同的組合 它的重量大約是多少 有個概念 首先如果我是用一個 67-82的Raver Ring底座 再加上一個後插式 再加一個方形支架 其實這個組合 基本上的作用就是跟K-Series一樣 有後插又有方形支架 大概就多了這個可變的口徑 這個組合的話 它的重量就是184克左右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它已經比K-Series還要比K-Series 你帶上所有東西的 比起如果傳統K-Series 再加四個折環 其實就是重了一點 重了幾十克 所以就是說 它就是用了這幾十克的重量 去換取這個可以拆的方便性 和可變口徑這一點 如果你想輕一點有沒有辦法 其實有的 如果我們是用這個固定口徑的折環 它比起這個Raver Ring底座會輕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是固定折環 再加後插式 再加這個支架的話 它的重量就會是130克 131克左右 當然用這些固定口徑的折環 當然未必會帶一個 可能會帶多幾個 而一個這樣的折環 它就是重大約20克左右的 所以你就可以計算到 如果你是帶多一兩個的話 可能重量就會是介乎 130克至867克這樣 好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去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組合 到底我應該選擇哪個套裝 又或者我應該怎樣選擇 首先我覺得先要問了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你需不需要再買額外的濾 因為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本身已經有一大堆的 H&R 磁力濾濾 可能你會選購散買 就會比較適合你 因為它這次每一個套裝 都會包一至兩塊的濾濾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已經有 就可以散買 如果你是完全一塊都沒有 或者那麼適合你有需要買的話 就可以看看套裝是否適合你 好 現在就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在不同情況之下 最適合的組合是怎樣 好 如果你只是想最簡單地 去體驗這一套Swift System 又或者你是一個新手 你不想投資太多在濾鏡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三樣東西就足夠了 首先第一樣東西 就是一個Ravell Ring的VND加CPL 第二個就是一個薄身的過度環 第三個就是這個方形的支架 這個這樣的組合 其實已經是做到非常之多的東西了 可以令你在應風景的時候 都幫到你很多 如果你本身是擁有了一塊的Ravell Ring的VND加CPL 你現在其實只是再需要再買一個 中間的過度環和方形支架 好像計算都是四百多元 那就已經可以將你本身的系統 就大大提升得到了 這個組合其實對於拍日間風景 拍日間風景 有水 要長步 拍流水的時候 其實這些風景的場合都是非常之適合的 它的好處就是很簡單方便 其實你本身是一個Ravell Ring 再加上一個方形的支架在前面 但是它的局限就是 因為你一定要使用到這個Ravell Ring 才可以用到支架 所以你就一定要用到CPL和MD 變成當你要面對一些比較低光的環境 例如日出日落或者是夜景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可以用得上這個方形支架 如果不然就會比較不利 即你在暗的情況下還要再壓暗它 但對於一般的影風景的場合來講 其實我覺得這一套的組合 真的非常之適合 但如果你都好像我這樣 經常不知不覺越來越夜 好像現在這樣 天氣越來越黑的時候 又或者你很喜歡拍一些低光的題材 例如日落日出的話 以下這個組合就會比較適合你 它有些甚麼呢 首先就是有一個Ravell Ring的底座 這個可變口徑的接環 作為一個第一層 第二層就是一個後插式Drop-in的夾芯 第三層當然就是一個方形支架 這個組合其實就是最慢用的 它可以應付到很多不同的場景 除了剛才提到的日間風景、流水、場步之外 其實現在它還可以應付日落日出 你可以加GND、可以加CPL 又例如是城市的夜景 可能你想要加這個Night Filter 但又可能你可以加一些聲望濾鏡 Black Mist的後插式 就可以玩到更多的效果 所以這個組合其實都算是一個功能 左右以下就會有黑角的情況 所以這個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你是用中長焦就沒問題了 但若然你好像我一樣 很喜歡用超廣角的焦段的話 那就要加上以下這一樣配件了 如果你想長、中、短焦都用到 特別是在超廣角段都想用到這一套系統的話 除了剛才提到的這個最大彈性的 有Refel Ring接環 再加上Drop-in的這個組合之外 記得你還要選擇一個固定口徑的磁力接環 再加一個薄身的過度環 又或者是根據你接鏡的型號 選擇它專用的接環 這樣它才可以把這個方形支架 是最貼近鏡頭 它從而減輕到那個黑角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用超廣角鏡 就記得一定要加上這個貼身的環 你以為完了嗎 其實還有一個組合 我想到是都可能挺有用的 就是這個可以是一個極速更換到支架的組合 它是有什麼配件呢 我這次這個就是反其道而行 就是不用Refel Ring Swift 我就不用Refel Ring 我就是全部用完這隻固定口徑的支架 來做這個底座 你可以幻想一下 例如我現在的技智鏡 我都是安裝了這一種固定的底座 例如24-70我安裝了82mm 那72-80就是77mm 但是因為我沒有在手 那就先用這個Refel Ring底座 大家當作它是一個固定的磁力環 所以你可以幻想 如果每支鏡本身都安裝了一個磁力環 那我其實要轉真的非常方便 一拔一拆 然後你用我上面教你那個換鏡的方法 真的可以很快很方便 那這個組合其實就比較適合一些 本身它用到的鏡頭數量不是很多 還有你去去的口徑都是變化不大 就像我這樣 就是我本身都是用大三圓的鏡頭 所以其實我只需要預備三個口徑的磁力環 固定口徑的磁力環 例如82mm、77mm和這個14-24mm 當然是用一個專用的磁力環 那我就已經可以很方便地 不用每次都要拆這個Refel Ring環 然後再裝進去 那這個組合其實就犧牲了口徑的可變彈性 但是就換來更加快的更換組合 所以這個組合到底合不合你呢 就真的要好看你所用的鏡頭數量有多少 還有口徑的變化是怎樣 還有一個小提示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都比較愛四個鏡頭 就不像我那樣 就是都會裝回鏡頭蓋 但是你就會說我裝到這個磁力蓋之後 就用不到鏡頭蓋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那個Refel Ring那個蓋 是可以兼容回這個固定口徑的磁力環 那只要你買67-82mm 這個最大口徑Refel Ring的蓋 那其實你就可以當作是一個磁力的鏡頭蓋 就變成你就可以又保護 又可以快速更換 另外也想解答有些朋友可能對於不同口徑的鏡頭 要用什麼配件都會有一些疑問 雖然大家都知道Refel Ring是可以一個可變口徑 但是它的可變範圍是有限的 例如這個就是500-77mm 67-82mm 所以如果你用一些比較小的鏡頭的話 你就要選一個比較小的口徑範圍 但是你會留意到 其實不同口徑的Refel Ring 它前面那個磁吸的那個部分 它的大小都是一樣的 這個很明顯 這個是46-62mm 這個就是67-82mm 雖然它後面的口徑是比較小的 但是前面是一樣的 那就是說 其實就算你用了一個比較小的Refel Ring的底座也好 它都是用回同一套的第二第三層的配件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我的鏡頭小一點 是不是我又要買一個小的drop-in 小的支架 無論你是Refel Ring的範圍多大都好 前面一樣都是用回同一套的支架 同一套的drop-in 同一套的配件 但是另外有些朋友可能會選擇用Refel Ring 去到配搭再加一個支架在前面 這樣的話就要有另外一個情況 用Refel Ring通常都不會再裝一個drop-in 後插式的這個組件在前面 即是沒理由這麼多塊 所以這個後插式的組件 它就只有一個大小 就用不到在比較小的尺寸的Refel Ring 一定是只可以配到67-82mm 但是我們還可以選擇用這種 就是這種純粹的過度環 來連接Refel Ring和這個方形支架 而這個中間的過度環就有不同的大小可以選擇 這個就是67-82mm 當然就是配搭最大 如果你的Refel Ring是小一點的話 這個圈也是會小一點的 但是它前面的尺寸當然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的方形支架是一樣大的 所以你就要選擇 根據你的Refel Ring的口徑 去選擇相對應的過度環的大小 這樣就可以用到方形支架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是用Refel Ring的這個新的底座 如果你是不需要擔心第二第三層是否適合用 總之全部都是一樣的前面 但若然你是用Refel Ring的有類鏡版本 VND、CPL那種的版本 來裝支架的話 你就要選購相應的中間的過度環 那個大小去配合 另外也有朋友問到 拍片的話應該選擇什麼的組件 我經常覺得我不是那一行就無謂加把咀給那麼多不專業的意見 但是我聽H&Y方面說 其實它們也有些配件都是專門給拍片而設的 首先第一個最明顯就是這個Mac Box 這個我都不知道叫什麼 擋光的罩 拍片會很有用 另外這個Drop In 這個後插式的組件 也是很常用會用到的 因為拍片很常用會用到ND的雷鏡 另外它其實這個後插式的組件 它可以有兩層 你可以用到兩層 第二層會多一個粒位 這裡就可以卡住角度 不會拎走不適合的角度 這個我覺得可能都是拍片上會蠻適合用的 如果拍片方面大家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除了可以看之前 Steven也有條片講這個Mac Box的用法 也是用這個SWIP系統去介紹的 大家可以看回那條片 也可以看剛剛攝錄出了一條片 都是講這個用這個SWIP系統 去到拍片的話 它是用了什麼的組件 怎樣利用 可以有什麼功效 都是非常清楚地 一目了然的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不妨去看看 攝錄這條片 Ben非常有心拍到很多漂亮的影片出來 去示範給大家看這個SWIP系統 在拍片上可以怎樣應用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 順便支持一下這個新世代的創作者 這次用了H&Y的SWIP系統 拍了少許影片給大家看 先去到影片 去到影片 記得看了 以上就是這次H&Y的Rare4Wing Swift系統 它的實測和選購心得分享 希望可以幫大家判斷 這套系統是否適合你 其實我覺得這套系統 就是跟我剛才所說 它是一個以重量換取彈性和速度的系統 所以如果你是傾向於 我想輕便一點 我不介意裝刷的過程比較繁複的話 其實可能傳統K-Series的資格 是會更加適合你的 但若然你可能有很多鏡要用 你想要真的有一個彈性 你可以用到不同的口徑 又或者你真的很想很快速的 可以裝插非常之方便的話 這個SWIP系統 我就覺得真的挺適合你的 如果你是要應付很多不同的拍攝場景 可能除了拍照之外 還要拍影片 又或者你要拍照 要拍很多不同的場景的話 可能這一套系統 都真的挺適合你 去應付到很多不同的場合 因為它可以裝到不同的配件 去組裝到你最合適的系統 所以如果在這些情況下 我就會覺得這套Reveling Swift系統 真的挺適合你的 如果你也真的覺得這套系統 是挺適合你用的話 就快點點擊下面 Description那條link 去這個Kickstarter那裏 支持他們這個眾籌的項目 好 那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下面可以留言 我們盡快都會回覆大家 希望可以趕在這個Kickstarter完之前 就可以解決了大家的問題 如果有其他任何問題 都歡迎大家留言和交流一下 我們下條片再見 之後再來一個 注意看 我這個想法 都看不出院 有其他 能夠最後的 是我 是